这些很有年代感的标语真是锦上添花了 简直就是上世纪的风格 第一工薰油矿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新 今天我来到的地方是湖南省郑州市许家洞镇 中国第一座油矿山711就建在这里 它为中国许多核领域项目提供了原料 被誉为中国核工业第一工薰油矿 今天就让我带大家走进711矿 看上世纪的矿区小镇在如今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吧 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红砖外墙 平坦的沥青路面 错落有致的绿植 近70年后的今天漫步在711矿区 整洁有序的环境令人眼前一亮 很难想象这里在2004年政策性关闭后 也曾一度冷落破败 我们711矿区小镇是2023年8月20日顺利建成 现在已经进入了四月云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改造的基本的宗旨的话 就是修旧如旧 使我们游客一走进这个环境的话 能够瞬间就回到我们三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 这么一个环境 我们的成效的追求的话 就是为了使711矿区的红色资源 因为它是一座工薰油矿 是它在线当年的繁华 最终还是我们的目的的话 是促进我们的711矿 让这个居民生活的一个改善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711矿工业文化实践教学基地 这里经常会迎来许多老矿工和研学团队 前来聆听一代先辈们艰苦奋斗 奋勇拼搏的故事 大家好 欢迎来到711矿工业文化实践教学基地 我是讲解员杨明清 今天就请随我一起重温711光辉历史 汲取711奋进力量 711矿应有而生 1955年9月9日 309队航测分队的一架飞机 在湖南撑线上空进行航测 舱内的伽马能复仪突然发出急促的响声 静寨的神秘面纱就此被揭开 20世纪50年代的老矿工们 仅有两间简易的土坯民房 作为简易的卫生所 然而其要邀人不怕困难 披荆斩棘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 由于当时苏联将专家全部撤走后 我矿的生产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 再加上坑道内涌入了大量的温泉水 坑壁内的温度能达到四五十摄氏度 所以矿工们只有将衣服脱下 不断地在后面用冷水冲起身子 才能继续干活 由于咱们教邀矿人艰苦卓绝的努力 教邀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第一颗氢弹 第一艘核潜艇 以及第一座核电站 都提供了合格的油原料 这里是展示了很多老矿工的矿工日记 这一字一笔都是写的 他们当时为祖国事业做奋斗时的内心感受 作为第二届湖南旅发大会的重点观摩项目 如今711矿已经重启 成为了包含沿穴基地 温泉康养 文创商业等功能区的711时光小镇 行走期间呢 满满的都是怀旧感 好像时光从未流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